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女儿江达玲 我推荐她担任DL传播 新任董事长兼总裁 突如其来的决定震惊全场 陈树内心惊讶表面却非常淡定 保持职业的笑容不动深色的接招 在投票决议时 面对陈凯丽议演的江母双举两手 眼神对视时陈树依然保持安静 自信的眼神对视嘴角威胁 用礼貌的表情表达不满 最后遭到背叛时 微微张嘴 隐藏不住满脸的惊讶 仅靠面部表情就征服了观众 靠实力强劲 陈树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和平饭店中 她是神秘干练的地下党 和范围合作的电影《长安道时》 她是心肠狠毒的主持人林白宇 优雅外表下 显示着多种形象 实力强劲更是小case 如果说陈树饰演的戴斯拉 是靠气质征服观众 那么高禄饰演的抒情 则是柔中带刚 你又敌我就又敌 再说咱们这个创意方案 我就是让她两百米 她也跑不过我 比起佟丽娅的志气 陈树的霸气 高禄呈现出来的 更多是温和志气 在总裁投票的时候 她不像陈树那样 有效力藏到的架势 更多的是试探与观察 既职业又温婉 这个角色有点类似她曾饰演的 《离婚前规则》中 坚强仗义的圣女赵亚同 但却更为果断 而完美关系中 高禄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单亲妈妈 这对高禄来说也毫无难度 电视剧《都听好》中 她就已经尝试过了母亲的角色 轻车熟路 也难怪高禄受到了一致好评 除此之外 完美关系中 还有一位职业女性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就是车小 车小的剧中 饰演新了一身车厢 她冷静二个专业 作为魏哲的心理医生 严守职业操守 不泄露客户的一丝信息 我有心理医生的职业操守 比起佟丽娅的莽撞 这个角色更有职业的气场 虽然戏份不多 出色的表演也颇为强劲 面对这样一波 实力非凡的女演员们 佟丽娅压力山大 也是在所难免 而能否在这样一部 女人戏中胜出 佟丽娅还要靠实力去证明了 一股视频 独家策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